有著鵝黃色陽台的建築 看來繽紛很顯眼 卻傳出有住戶不滿意 住戶不開心 被分享到社群 抱怨買的時候 有說抽油煙管會經過房間 但細節沒說明 關子出去時 繞過主樑還轉彎 從廚房到房間 包管要包超級厚 起碼40公分 交屋前要求改善 就一句公法上沒辦法 他有提出說 那是否可以把排油煙管 就是再往牆壁推進 他會多轉兩個折 久了之後會有油垢 卡垢的狀況 當下客戶也接受 也沒有再表示 其他的一個意見 機商秀出了合約 表示當初會這麼設計 是為了房間的採光 整棟36戶 有4戶是這樣的情形 合約裡頭全都載明了 給的設計圖 也都畫得一清二楚 這4戶也在3月順利交屋 沒有任何人 向他們反映有問題 因此看到PO文 他們也十分不解 看在其他專業設計師的眼中 這樣的設計並不少見 夾在兩戶的建築物裡面 所以說它的最短距離排氣 這個方向 它只能從房間這邊 直接貫穿出去 多戶別的建築物裡面 或多或少 可能會有一戶至兩戶 其實台南市仁德區 雖然位於蛋白區 但與東區相鄰 離城不離城 因此吸引不少市區的人口移入 房市表現相當熱絡 仁德區塊發展得還不錯 至少大概有二十幾間 都在那邊推案 業者說新建案一再出龍 消費者選擇變多 專家建議遇到這類特殊的設計 消費者最好事先問清楚細節 雙方確實溝通才能避免日後產生糾紛 TVBS新聞顧守昌 吳宗勳南部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